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EN談賽馬的時間 大家知道我每次NATCHEN談賽馬之後的片段 都會講一下我會有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15分鐘前都會講一下熱而不穩 預計集前落飛馬 奇妮亂態和場地形勢等等 有很多沒有參與的朋友未必知道是何回事 每次賽事都會選一至兩段片上載給大家聽 究竟是甚麼臨場分析 今次是選了第六場 第六場水準比較高 因為大家可以一會我會播一段語音的檔案出來 主要是分析美利弱洞 從今場去報出形勢 從他的跑法 從緩建習生 潘頓門王俊擔不擔心 以及從他本身的水準 來分析美利弱洞 為何會選首選 我覺得都很值得參考 次選、副選 以及為何沒有選勝利在首 我都會有講的 大家可以先聽一聽 Hello 大家好 第五場 陳家晞也沒有說 陳家晞也是發揮普通的 我可以說他 然後現在剛剛壓地了 頭五場賽事形勢 站可以先放在一邊 看看第六場是甚麼情況 可以壓地很大變化 因為剛才那場次 我覺得內蘭差一點 但壓地又是壓內蘭 壓內蘭的 所以現在看看是甚麼情況 當是沒有邊差先 這場馬 我覺得認西美利弱洞是好跑的 多快是馬加州得迅 勝利在首 傅曼家在前面搶 馬群散 會守到一個挺漂亮的位置 他在直路衝 那這隻馬 陳家晞 不要說他不能碰 陳家晞 陳家晞騎上去 一隻馬都自己會湧上來 那時候也是67分 現在也是67分 沒有加過分 連續五場第三跑了 這場我覺得可以在這 越來越好 近三場潘頓 他跑到甚麼馬 平海寬升 再出都跑得好的 再之後 接著是非凡品味 綠色龍俊 接著剛剛那場 是知道必勝應之勝 這隻馬不頑皮 拍到這裏 那隻馬 硬正很多 看著王俊 沒有不可以動 但如果陳家晞 不是叫陳家晞 沒有不可以動 那隻馬都去揹陳家晞回來了 王俊 他都騎到下掛 所以找他做首選 即是無論當位 部速都適合這隻馬跑 那次選 卡多德信上次其實賺得很厲害 貼爛 他是被人燒了些 但那天是貼爛快放好的 但他被人燒了的確 但這場同樣也是被人燒 而且是外諜的 所以只能夠做次選 那些馬 瘦勝就很厲害 上次賺了形勢 這次陸檔 不知道會怎樣處理 潘頓 騎是實熱的 但是上場是贏得很高水準 但是 沒有了一條籃 沒有了內蕩 賺了形勢之後 看他會怎樣 負選的最標 我覺得都敲門 那些馬 有十一倍其實是很抵薄的腳 勝利在手 上次跑得適合 跑第四 你勉強說他錯了一點 他沒有順走 他放了頭之後 但是 都不會差得那麼厲害 跑第四 還有這隻馬 每次是瘋狂落飛 連續兩次 由今次我看他的飛數 應該不會瘋狂落飛 所以我想幕後都已經有點失望 所以我沒有貼到 我簡單單單選四隻 算了一場 7 2 3 6 7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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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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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 9 7 7 7 8 8